我們今天來看足底筋膜炎 那可能有些同學曾經受過那個困擾 那足底筋膜炎 大家一定就知道一定是腳底痛 那我們來看 足底筋膜炎它的疼痛是這樣 它是你久未沉重的第一步最痛 來 所以什麼時間最痛 早上嗎 對 早上剛起床下床的那一步最痛 然後走一走之後 又覺得好像還好 沒那麼痛了 可是我在走久一點或站久一點 就會開始痛起來 所以這是足底筋膜炎的症狀 那女性比較偏多一點 那如果說你有某些疾病的人 例如說類控失心肝炎炎痛痛了 你可能也比較容易引發 足底筋膜炎的發生 當然足底筋膜炎會引發的原因 是不只這些 包括說你工作上 好像有些人可能工作上 他們必須常常要久站久走行 或者是說有時候我們年紀增長 我們的足底筋膜炎變得比較 彈性比較沒有那麼好 因為退化的關係吧 彈性變得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的整個耐受度變得比較差 所以可能你年輕的時候 也許站走八個小時對你來講是什麼 小事一中 但是等到你年紀大了 到了七十歲的時候 可能你的身體已經負擔不了那麼久 也許你站五個小時對你就是急切 也說不定 所以確實有說在年紀大的人身上 也會比較容易就是足底筋膜炎的發生 OK 好 那我們就來看哪裡痛 來痛的位置是這裡 所以你看 這是側面看我們的腳 這片就是我們的足底筋膜 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是從竹根到腳的前端 它就痛在紅色這個區塊 所以它是痛在靠近竹根的位置 如果我們從正面去看 你會看到它是痛在竹根 橘色這個 白色這片就是我們足底筋膜 就是這邊從竹根一直到五個腳趾頭 那主要足底筋膜炎是痛在這個位置的 OK 就是竹根痛 竹根痛 那再介紹怎麼處理足底筋膜炎之前 我們要來認識一下我們的足弓 來 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足弓其實有三個 那最為大家知道足弓在哪裡 腳底筋 有沒有 就是我們內側 內側這個地方有個足弓 那不是我們有時候會講說 有些人有扁平足啊 就是它足弓太扁 然後這個內側足弓 是我們大家最常知道的足弓 但是你的外側其實有足弓哦 大家下次回家好不好 等一下回家 把你先脫掉 看看外側 外側其實有淺淺的 它不包 淺淺的 所以這一條代表是內側足弓 外側足弓是比較淺的 比較扁的 好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足弓 是上面這個足弓 上面這個足弓 它就是讓我們的腳 呈現一個弓形的狀態 那有些人的足弓不是很高嗎 有的人這個買鞋就不好買嗎 那所以我們其實有三個足弓 好那這三個足弓 它讓我們的腳是形成一個這樣的狀態 那足弓的目的 讓我們的腳 有點像是一個彈簧一樣 彈簧你看我們這樣走路有沒有 這樣子走竹根下去起來像彈簧一樣 所以這個足弓要有彈性 足弓如果沒有彈性也不行 好 那這個足弓蠻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這個足弓啊 今天變得比較沒有力氣 或者扁平足了 因為有些人的扁平足不是先天的哦 有些人的扁平足是因為 有幾種可能啊 一個就是我們的年紀慢慢增長的時候 有些人不是那個挺行橫向發展有沒有 橫向發展的時候 然後造成你的足弓就越來越塌陷掉 那另外還有一種足弓變成扁平足的狀況 是因為我們年紀慢慢增長之後 你可能又沒有運動習慣 所以你的整個足底的這些韌帶啊 肌腺的彈性不好 所以造成你的足弓塌陷 這些都有可能 那你的足弓就會慢慢扁掉 那如果足弓扁平掉的時候 你這個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下面的這個足底筋膜 它也會因此而被拉扯 會變得比較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們的足弓的彈性 也是很重要的 OK 好那我們就要來聊 怎麼處理我們的足底筋膜炎 來所有的關節疼痛都一樣 如果你會疼痛不舒服 請你必多休息 因為足底筋膜炎的人 我剛剛講了嘛 他就是因為走久站久會痛 那這時候你就要什麼 疼痛就要休息 所以你要自己去控制那個 就是走跟站的時間 那再來就是一開始 你可以用冰敷 冰敷就是大概三到七天 因為它是針對極限期 過急性期就可以用熱敷 那近期就可以用熱敷 你可以吃藥 假如說真的很痛不舒服 影響生活品質 吃藥 去復健科做儀器治療 這都OK 絕對沒問題 因為這些絕對都是 有幫你消炎止痛的效果 問題是你的油軟度跟肌肉力量 是要靠自己改變的 這個是儀器跟藥物 沒辦法幫你改變的部分 所以這個要靠自己了 來有護具 後面會講到 好 足體筋膜炎要做什麼運動 來 足體筋膜炎我剛剛說了 因為它是使用過度造成的 或者是因為你的足弓 缺乏彈性 足弓扁掉造成 或者是因為年紀的退化 退化當然就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本來是可以稍微用運動去鍛鍊一下它的彈性 好 再來就是有些人的鞋子 鞋子穿的有問題 鞋子可能太硬 或者是太軟或太薄 造成你的足弓壓力太大 這些都有可能 OK 所以我們就是從這些面向去著手 掰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 伸展放鬆 伸展放鬆 那放鬆的方式有幾個 可以用弓箭布 這個動作我非常鼓勵同學常常做 它伸展的是我們的後小腿跟 後腳跟腱這一段 好 那它伸展的方式是這樣 我們要扶著東西 不管要扶桌底的牆壁都可以 然後上半身往前傾 前腳膝蓋不要超過腳踏 後腳拉遠 腳跟記得要踩下去 腳尖朝前 來看後腳 後腳不要這樣斜出去 轉朝正前這樣伸展 幾秒 15 15到30秒 然後自動換腳 兩邊交替3到5次 那如果兩邊真的柔軟度差很多的話 你可以就是比較緊的那邊 多做個幾下 OK 所以這在伸展我們的 後小腿跟後腳跟腱 好那一定會有人覺得奇怪 老師 我們在講足頂肌膜炎 腳底痛 你怎麼叫我伸展小腿呢 不要懷疑 這是跟我們結構構造有關 當你放鬆了你的小腿這個地方之後 它還會間接的幫助你 放鬆掉你的足底肌膜 所以你在做伸展的時候 這個動作對你的足底肌膜是有幫助的 所以大家應該有同學 有在那個復健科看過 你們有沒有看過有人在那邊站一個斜斜的板子 對 那個就是在伸展這個 後小腿後腳跟腱 所以說如果你家裡頭有那種斜板站著的同學 你可以用那個去伸展 OK 好這是伸展的部分 再來我們還要放鬆足底的部分 你還可以用揉網球的 揉網球怎麼揉 你去找一個網球 然後踩在地上 你坐著坐在椅子上踩就可以 那網球我們踩的時候 這是我們腳底 這是球 那你就去揉它 你就整個腳揉就好 你就是每個點都去揉10到15秒 然後移動 換到下一個點10到15秒 再移動 那我們腳底就把它整個 每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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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揉過一次 你一定會有某幾個點是特別痛 特別有FU的 那你就等一下回頭第二輪再揉一次 可是記得還是要每次一個點都10到15秒 因為我要提醒同學 為什麼 因為一定會有人想說 哇 這邊好有感覺 我就什麼 哇 好舒服喔 有感覺 多揉幾下 很用力 很用力 有沒有 不要過度刺激 我們剛剛好就好 按摩也是剛剛好就好 所以記得每個點都是10到15秒 10到15秒 你可以第二輪的時候再揉一次 等一下第三輪再揉一次 OK 然後兩個腳可以腳踢揉 那其實這也算是保健運動 因為大家知道有足底按摩這個 腳底按摩其實它也順便幫你刺激你足底的一些穴道 它也有養生的效果 所以同學不管你有沒有足底筋膜炎 其實我還蠻鼓勵你們可以把這個拿起來做的 所以剛剛講了 我們要伸展 按摩腳底 再來要麻煩你練足弓的彈性 請你把一條布丟在地上 然後你用腳底頭去抓 大家可以現在試試看在你的鞋子裡面 好像做那個抓的動作 有沒有發現到你的足弓會有那個 往上拉提的動作出來 它就是可以幫助你鍛鍊你的足弓的彈性 那你就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做了 那這幾個動作請你認真去做 如果你做了這些動作 你覺得效果沒有那麼好 或者是說你覺得好像好的有點慢的話 請你要再去做第四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做足弓墊 足弓墊呢 這個最好的當然是你去復健科 然後做客製化的足弓墊 因為它會特別去幫你打腳模 就是一道你的腳型去打你的腳模 然後腳模打出來之後 再一道你的腳模去做一個足弓墊 那就是完全客製化 那現在當然醫療越來越進步啦 這些實習的時候 我們是用像石膏那樣的方式 打石膏的方式幫忙打腳模出來 那現在不是 現在已經是那種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好萊塢明星 然後就是會拓印一個 手印啊 在那個地磚上有沒有 他們就有點類似那樣 就是一個盒子裡面有那種拓印的 然後就叫你踩上去之後 然後就拖一下你的腳型了 所以現在蠻方便的 那反正它一樣就是會 依照那個去幫你打一個鞋墊 那打鞋墊就真的是客製化 那這種鞋墊它是只能放在休閒鞋裡面 你又不能放在皮鞋 那娃娃鞋也不行 所以它一定要休閒鞋不鞋 那當然這種鞋墊穿久了 它還是會彈性悶悶的變差 所以如果你每天穿的話 其實它可能大概用了一年 也差不多該換了 那因為是客製化 所以當然也不便宜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真的太不便宜 你覺得說老師我想要試試看 我自己去找有沒有這種坊間 直接人家做的鞋墊 我買來是可以啊 當然可以 但是你就這樣花時間去找 因為我也曾經有學生 他們這樣跟我分享 他就說他花了很多時間去找這個鞋墊 然後好不容易找到適合他腳的鞋墊 所以當然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在聊的是 足底筋膜炎嘛 就已經造成疼痛了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啦 你去找股間科 依照你的腳型去打你的腳膜 然後做一個鞋墊 那這種鞋墊它不是需要一直穿的 你的足底筋膜炎只要好了 你就可以不用穿這個鞋墊了 OK 所以以上這些 如果你都照著做了 但是你發現你的痛 並沒有往好的路上走 你發現已經做了 我就已經這樣照著 每天都有認真在做這些拉筋了 然後你發現你已經兩三個月的痛 都沒有在往好的方向走 那不好意思 你的足底筋膜炎就不單單 只是足底發炎這麼簡單 你還有可能還是其他的問題引起的 譬如說也許是你的膝蓋 膝蓋有問題了 或團關節或者是腰骨盒有狀況 你要去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因為這些地方有歪斜 造成你的施力上不平均 所以一直引發你在走路的時候 或站立的時候 那個力量分布是不平整的 所以才會一直一直誘發這個疼痛發炎出來 所以大家注意這一點 那另外一定有些同學會說 老師我的痛不是這邊欸 我的痛是別的地方欸 我的痛是這裡 我的痛是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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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你是痛在這個 我剛剛講的其他地方的同學 那你的問題很有可能 也不單單只是足底筋膜發炎 你很有可能其實還有其他的問題要去檢查 尤其是你的膝蓋關節或者是骨盆腰椎 你要找出問題來 因為那表示你這個 在步態上或走路上 站立上一定是有那個力量分布不均 才會造成那些其他地方的疼痛 OK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困擾的同學 請照著做